HELLO 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星期六晚的直播 晚上好,大家晚上好 格仔正在走過來,他先弄一下手尾 一開始,先試一下麥克風 星期六晚,大家好 我的麥克風可以的話 大家留個言,說我們的麥克風可以 大眼姐的麥克風可以 先試一下格仔那枝 格仔現在倒杯水 他就轉頭過來 這個聲音可以的話,大家留個言 今天好像不知道那些什麼小年 其實我也不知道什麼節氣叫小年 我看到很多人在微信的朋友圈 今晚很多人出去吃飯,團連 那個Uber司機跟我說 去年和前年的這個時候 街上都水淨河飛,現在人頭湧湧了 還有開花市 我今天看到很多人拿著桃花一枝枝 很多人在家裡放桃花 然後放過了... 不要放過蒸月十五的 放過十五之後 然後撕了桃花下來 洗澡的時候浸水 說可以旺到桃花 Sentino做了兩性心理行業 做了十幾年 告訴大家 不過做來自己 安心舒服 拿耳頭 拿耳頭 無妨 看看今天的話題 今天有很多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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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這個主題就是 NASA 即是美國太空總署 有一班傻人 其實只要指這個傻人 這個是NASA的負責人 最大顆是他 納爾遜 我們不是第一次報導這個人 他鬼拍後尾枕 自爆到美國 其實可能沒有上過月球 雖然我也不肯定 他有沒有上過月球 但我偏向是沒有的 這個是世紀元案 大家都知道 到今天 起碼有一半的人都說 應該沒有上過 是不是 以當時的科技 或者怎樣來講 要做到 在那裏拍片 好像我們的圖片 你看到我們在拍片嗎 這些可能純粹是 特技效果 以我們今時今日的科技 大家看到我們的背景 我們的背景其實是 虛擬背景 以當時來說 可能整個都是虛擬 只是做到這樣 要說 登陸月球 還要在那裏彈一下彈一下 有一群人在那裏 其實 說回來 是有合理懷疑的 我覺得是有合理懷疑的 可能是用同一個廠景 那究竟他怎樣鬼拍後尾枕 我稍後再說一下 還有就是 有些報導 我們平時報導不到 因為平時我們都撿爆了時間 在這裏 韓國最近很囂張 對我們中國遊客 設限得來 我們外交部打給他 外交部長打給他 他依然站硬 朝鮮那邊又準備了禮物給他 看不看不看得起 朝鮮準備了禮物 嘩厲害了 上個星期我們才說完朝鮮的彈道導彈 應該是全世界來說 第四名 我沒有記錯 是第四名 今次呢 他是第二名 就是這個 超音速的 超強的火箭炮 這個是火箭炮 不要以為是導彈 大大支 600毫米的直徑 比我們中國現在用的 最普遍的一隻 370毫米 我們現在說是300毫米 大一倍 大一倍 專門招呼這個硬汗 南韓的 有了這件駕駛之後 唉 南韓真是 不知道他怎麼裝下去 我們稍後再說 另外還有少少駕駛的新聞 駕駛那邊 因為有一個城市 其實是一個小城市 什麼啊 叫做蘇勒達爾 聽聞呢 在裡面的烏仔軍 就被傳遷 嗯 但這個時間 扎連司機是否認的 在頓巴士那裡 是啊 在那邊 就是烏冬的北面 叫做 那一邊 另外還有一件事 這件事很少 其實我上個星期已經知道 不過沒有機會跟大家說 就是 劉德華那件事 不是真的劉德華 那個叫做新疆的人權的 一個所謂的機構 做了一個被迫害者的報告 就是數據庫 那些數據庫 那在這個數據庫裡面 就有分被害者和賀人者 賀人者 他就說是新疆警察 有兩個很熟悉的面孔 一個就是上海灘的周圓發 一個是哪部電影 許文強再加上另一套 其實我也不太清楚 你說他是無間道的劉德華 對 有看港產片 許文強和丁力 兩個都上榜 做了新疆警察 我們稍後說一下這件事 結構性轉型 結構性轉型 即是劉華由香港的警察 變成新疆警察 劉華本身在戲裡 不如稍後再說 稍後會演繹一幕 還有這個 看看 真的有很多新聞 有人叫我們認真看看 看看能不能逢澄澄澄 待會說 我們待會分開兩部份 還有避害者的部分 然後還有這個 又是俄烏 俄烏就是英國說 要給大家車載烏克蘭 給他主戰坦克 這次又是甚麼年代 這次真的是主戰坦克 這架是挑戰者異形 如果我沒有看錯 是異形 應該是現役這架 但也有分版本 不是說那架型號 都會像現在的改版 很多改版 改版最差的和最初期的版本 也有改版 跟一個模特兒 也有幾多年代 甚麼年代 差很遠 都可以橫跨十年 汽車就 我相信更加多 還有我們中聯辦的主任 換了人 另外還有拜登的私人辦公室 裡面有些 去擔任副總統的時候 有機密文件 發工文件 擺去一些不應該擺的地方 跟特朗普的莊園 給錦伊偉抄上去 其實是一模一樣的罪名 一模一樣 完全一模一樣 因為那時特朗普說 做總統拿些文件 現在拜登也有 一模一樣 那個犯事和錯漏一模一樣 現在就看看他們怎麼判 稍後可以和大家 如果這麼多新聞都說完 還有時間說這件事 還有緬甸派飛機炸印度 又未說 真的有很多新聞 今天 另外還有甚麼廣漏了 如果還有時間 說一下新衛城 新衛城那邊 炸罷工 對呀 說漏了很多 新任何行業 新任何行業 英日再見軍事同盟 這個是重要的 這個就要PASSE給你說 英日的軍事同盟 看看有沒有漏了東西 還有 台灣的導彈 就被爆了 有一個重要的部件 竟然是要送去大陸這邊維修的 哈哈哈哈 這張笑話來的 然後再寄給他們真的 這張好像上個禮拜我們說了 沒有說過 沒有說過 哈哈哈哈 大陸這個洪峰三營 等一下說 這個都出過事了 打漁船就打這架 五擊漁船 即是台灣省的洪峰三營 是的 那個反艦到達 是不是因為我們沒有幫他維修 所以五擊漁船 那他就要過來 過來維修 但是他打算寄去外國 嗯嗯 但是寄了回來 怎麼寄錯順風 不是寄錯 是真的要到頭來去我們這邊 先幫他維修到 但還要寄回給他那一刻才賺鬼 哈哈哈哈 連同英國有件事 幾天前 就是他發射了一個衛星 就未能進入軌道 看主流新聞也有 不過我稍後會說一下裡面的事情 那現在先說到當年今天 當年今天就要說兩宗造假的事件 一宗就是真真正正和當年今天有關的 就是這個日本仔 在1895年的時候做了一件事 就用來干涉別人的內政 日本仔那件事是怎樣的呢 1895年他就內閣通過了一個決議 日本的內閣 就將我們的釣魚台 畫了給他們 嗯 1895年的清朝 對 沒錯 就是清朝時期 那時候 那這個1895年 畫進去日本仔的國土的時候 那我們這幾十年間 我們經常聽到 我們經常和日本仔 會在釣魚台有很多的 大家可能漁船 過去會被日本仔驅港 我們中國漁民 跟著我們海警船 又保護我們自己中國 其實這些不是近幾十年的事 一百二十幾三十年前 那時候 日本仔將我們釣魚台 挖進去他們的時候 那正正是我們中國和日本 發生了什麼事件呢 就是我們打的隔五戰爭 隔五戰爭是1894年打的 1894年的7月 就打到1895年的4月 就簽訂這個馬關條約 那馬關條約未簽訂之前 那日本仔是看到道勢 我都贏著了 那時候應該是進行第三階段 這個隔五戰爭第三階段的戰爭 因為頭兩階段 其實我們都是輸給日本的 第一階段就是我們一開波的海戰 第二階段就是他侵佔我們遼東半島 是一個陸戰來的 是關於陸戰來的 後來才是第三階段 去到威海衛的戰役的時候 那個時候 日本仔來了 他看到蜻蜓原來這麼不濟 那怎麼辦呢 我現在把這個釣魚台 畫作我們日本 他們不會反抗 反抗也無力 所以就這樣把我們的釣魚台 做了一個叫做內閣決議 那這個內閣決議 就算按照這個國際法來說 他也是沒有效力的 日本仔本身他不是想這個時候 來到吞領我們釣魚台的 他做了十年前 即1885年 其實他們已經有心想想 已經想定了 已經想定了 他還要怎樣想呢 現在我們聽見日本仔 跟這個英國又說 簽訂大家互相去到駐軍 這個真的 這個我是想說 不過你先說完 那時候就不是說大家互相駐軍 只不過日本仔的航海能力 在歷史裡面是不好的 不太好 不太好的 他是打完駕五戰爭 接著才是海軍 不停扔錢下去 不停攪旺海軍 那時候他跟英國走得很近 走得很近 就是一百多年後 沒錯 即是我們打完福壽高戰爭之後 一百年後他都有同盟 一百年前都是同盟 一百年前 那時候日本仔要靠英國人 因為日本仔的航海能力有限 他們不知道我們中國這邊 尤其是台灣島附近 會有什麼島嶼 即是島嶼 連知道也不知道 他們可能知道有一點 可能納過下眼是有的 但是不知道叫什麼名字 在討論的時候 不如把這些島嶼 納入我們日本 然後有人會在議政的時候說 不是這些好像是清朝他們 霸佔了的 是清朝他們的島嶼 他是命埋名 我們不要搞 那時候日本仔透過 跟英國去買這個海淘 買航海淘 就知道我們台灣附近那一帶的島嶼 地圖是怎樣 有什麼島嶼 那時候日本仔才叫做清清楚楚 知道這個叫做釣魚島 或者釣魚台 我們是中國 如果你說我們要拿出根據 我們什麼時候擁有釣魚台的話 不要說歷史學家 我們普通人都會回答你 明朝的嘉靖年間 我們已經把釣魚台島 就納入了我們福建省的管轄範圍 然後後來這個叫什麼 琉球群島 琉球群島現在屬於日本 但以前不是的 他們的琉球人 跟日本人是同一種 琉球人在幾百年前 以前是我們中國明朝時期的一個繁殊國 後來明朝的時候 明朝還沒滅亡 日本仔就侵佔了琉球的一部分 那就變成琉球群島很慘 那時候交兩飯的稅 那些片 那些外戶費 那些片 那些外戶費 要交兩飯的外戶費 以前他們交外戶費 那壇東西我也知道少少 他們交外戶費 那些船 以前要經過釣魚台島附近 來到我們中國 我們中國也會派人去參加他們的慶典 那時候慘 那個琉球的國王 琉球的國王 他是被日本仔打的時間 他來了我們中國這邊 跪在皇上面前說 幫一下我吧 幫一下我 我被人打得很金 那些國家太小 那些國家 在我們中原的皇朝裏面 他也是 可有可無 即是什麽地方 即不是很清楚 連皇上也 就只知道有個叫琉球的群島 知道的 知道的 最先我們跟日本有少少個 關於海島的爭執 其實是由琉球群島先 因為琉球群島 連去他們日本的版圖裡面 這個是外交危機 那時候清朝也抗議 但是日本仔就不理 日本仔也想著蠶食你 去到這個 打這個隔五戰爭的時候 直接把他們 納入他們的管轄範圍 由來就這樣來 所以一直以來 他們日本仔就拿著以前1895年 說他們的內閣決議的時候 就已經把我們釣魚台島 就還入了日本版圖 以作為一個理據 這個理據是不符合國際法的 因為那個釣魚台島 我們早就已經命名了 這裡是釣魚島 或者釣魚台 或者魚釣島 也還有這個名字 即是在古代來說 好幾個名字 那個漁獲很豐富 我們通常福建省的漁民 或者浙江省 那些落泥 大家就會在那個水壁那裡 來捕魚為身 這個所以絕對是屬於我們中國 自古以來已經有的 我們真的沒有說錯的 後來這件事 我們不了了之 不了了之因為清朝的角力 非常之虛弱 後來經過這個民國年代 民國時期 到我們新中國 其實我們新中國 是有去維護釣魚台的主權 但是我們現在先不說這個維護主權 第一部分 我們說了第一個造假案 就是日本人造假 把我們的釣魚台 變成他們的尖角豬島 另外我們中國人也有造假 不過我們中國人造假分離很多 就是有一個台灣省的居民 移民去了美國 移民 他叫徐日 這個徐日的老婆婆 那時候 1970年代 就去到美國的議會 國會那裡 就來到有一個決議案 就說那時候是把琉球群島 那一帶 美國是撥給日本 它是做控制權的 那時候 這個徐日的老婆婆 就拿了一張 老佛爺的姓語出來 那份手遇 是 你先稍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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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 就說是給了她 是的 就說故事的由來是怎樣呢 故事的由來 這個姓徐的老婆叫徐日 她本身就不是姓徐的 她本身是姓聖的 名門之後 她說自己是名門之後 就叫聖孫懷 聖孫懷是清末的一個有錢的官 有錢的官 那老婆就作了一個故事 就說我爺爺姓孫懷 那時候就是行醫的 略懂這個醫術的 那時候老佛爺患了一些奇蘭雜症 也醫不好 還有兩個醫生醫完之後 大夫還醫不好 拖到五門那裡 後來就說他爺 老佛爺吃了幾副藥 老佛爺吃了之後 老佛爺馬上說 頭髮又凍夜又這樣 是 是 真的說你不信 老佛爺就說 既然這樣 就問他你的藥材怎麼來的 那時候他就說 他爺爺就跟老佛爺說 那種藥材 其中那種很重要的 就是叫海芙蓉那種藥材 那種藥材 就採集於 釣魚島 對 釣魚島 老佛爺說 好 既然是這樣 祭世為壞 就有功 這個釣魚島 就賜給你聖孫懷 就是這樣的 這個故事 這個故事 這是家產案 這是家產案 後來他就說自己爹 就敗了他 爺爺的錢 敗了錢之後 將他過計到一個台灣朋友 姓徐 所以他就姓徐 這樣說 後來其實 這件事沒有 是沒有的 因為那個姓 姓 姓的後人 就說我們家裡 從來沒有這樣的歷史 而且有歷史學家 就說到 這一張姓譽當中 有假的地方 是 就是姓孫懷 那時候的官職 就不是這個 還有你看到 印仔那個年份 江水十九年 有歷史學家就說到 這個老佛爺的玉璽 江水十九年的時候 是停用了 放大一點 用這個玉璽 就是這樣說 是 這個就是一個 大家當笑話 但是 無論他的真確是如何 對這個日本仔 他們造假 我覺得比起來 有藝術得多 有藝術得多 我起碼懂得搬一些理據 起碼有封姓語 日本仔的什麼都沒有 至於這個釣魚台的問題 以前鄧伯伯 第一次訪問日本 我們七十年代 我們中日 去到交換好 的時候 鄧伯伯受邀請 去到訪問日本仔的時候 去到日本本土 那時候 就有記者 日本記者 專門藍為鄧伯伯 就問到 鄧伯伯 你覺得這個釣魚台的主權 是屬於我們日本 還是屬於你們中國的呢 鄧伯伯那時候 就沒有回答他 是否屬於 鄧伯伯就說 這些爭議的問題 我們首先擱置了他 因為現在說來說去 都說不定的 那麼 後世 後人有後人的解決方法 我們聚焦在共同發展 講這個說話的那個時期 我上次也跟大家說過 鄧伯伯有很多解決方法 像南海一樣 他都是用這個主權國議 共同發展的 為什麼 因為那個時期 我們中國最需要的是什麼 我們中國最需要的是外資 讓我們中國有資金去發展 我們有技術有資金 我們可以從中去吸收 所以那時候的韜光養晦 是做得非常之好 在那個七十年代 其後就改革開放 改革開放這幾十年 大家看到我們有沒有共同 我們中國改革開放的成績 我們是世界的神話 到現在 我們後來發展之後 我們怎樣去保衛我們的釣魚台 大家知道我們現在動不動 我們釣魚台都會發現 我們中國的海警船 經常住宅 根據數據來說 我們每年有海警船巡視釣魚台的水域 每年是365天 有超過300天 現在是恆常化的 是恆常化了 這個恆常化是由2012年開始的 至今我們踏入第十一個年頭 那麼這十一年裡面 日本仔可以怎樣去侵佔我們釣魚台呢 他是做不到事的 所以我們把這個恆常化繼續下去 有專家就說過了 不只是我們中國的專家 有些外國的海軍 即是軍事專家 或者海事專家 如果要動用到這麼大型的船隻 出動這麼頻密的頻率 去到大家一起來 我出一艘船 你出一艘船 玩零和遊戲的話 日本是耗不起這個遊戲 但是我們中國是耗得起 因為現今我們中國 我們有的就是實力 這個就是鄧伯伯說的 到後來後世的人 會自有自己的方法 我們都做過幾集 關於釣魚台的時間 和日本海上自衛隊 較量的一些特輯都做過 裏面都說了這個觀點 就是說到現在 以前來說 日本當然是夾著我們的船 大家都匿匿在目 我想有些新聞圖片 最有名的 九十年代的時候 2000年頭也是 都不夠鬥 但是最有名的那張圖 就是兩架日本海上的保安廳 兩架船夾著一架漁船 我還記得是頭版的 那張照片很震撼 現在反過來 他們的船很小 一般來說 日本人的巡視船 只有百多噸排水量 做了很多一架 那些大船不是沒有 但是數量少 大船就是用來衝撐他們的面子 用來衝撐他們的牆 就是排場的 但是真正的主力 是那些百多噸的船 居多的 但是我們海景不同 我們中國海景那些 出得去釣魚台那些 起碼都千多噸以上 最小的那一架 百多噸天幾 所以完全沒有優勢 現在日本還在玩 那些假裝釣魚人 假裝保護他們 有那些什麼 不知道在哪裏出發 公古島 還是什麼出發 那些人 假裝坐在漁船上 那些自衛隊隊員 其實假裝平民 在釣魚 即臥底 找一架漁船出發 那些漁船好像 不像我們中國的漁船 那些漁船好像 別人的 鎖墨魚的游艇 那樣很像的 那樣 通常就由兩架 那些百多噸的 日本的保安艇船 就跟著尾 專門來搞事 那樣 我們通常一架海景船 我們自己中國的海景船 一架已經夠折去 兩三架那些百多噸的船 那些都沒有辦法 那些大噸的 那麼多 是的 真的沒有辦法鬥 就像大傻撞到我那樣 我會飛走 是不是 大傻撞到你那樣 如果這樣算是更大 所以 日本真的不懂得說 待會再說 跟英國 搞了這些小動作 射鼠一窩 說要結盟 互相駐軍 重複 今天2022年 2023年 即是重複一百二十年前的事 一百二十八年 一百二十八年前的事 其實在一次大戰的時間 日本跟英國是同盟 而且在日本 未打二次世界大戰之前 海軍能夠膨脹到 連美國也不怕 其實很多都是因為英國 因為英國給了很多技術 直接賣到軍艦給日本 他們那時候很友善 日本亦都以英國為師 為老師 在一百二十年前 稍後再說 這件事 我們馬上說說 國安公署轉人 國安公署轉人 不是國安公署 是中聯辦轉人 國安公署都叫做 都有點動盪 因為現在 之前一直以來都是 國安公署 原署長 現在也接替 被駱主任駱惠寧出任 中聯辦辦公室主任 以及自己身兼 國家安全委員會的 國家安全事務顧問 以及港澳辦的副主任 本來駱主任就是 中聯辦主任 國安委的國家安全事務顧問 以及港澳辦的副主任 駱主任現在被稱為 公成身退了 因為他是 2020年下來的時候 陪大家度過了香港最艱難的時期 也度過了這個病情的時期 給了一個禮 駱主任 對 駱主任厲害 駱主任很厲害 駱主任很強力的 駱主任 當然是強力 如今就是由 鄭雁雄 鄭雄雄先生 來到出任 中聯辦的主任 很多人就說這個人事的調動 背後有什麼原因呢 就要追殺 鄭雁雄先生 他上任以來 他做事的作風 很多人就說到 鄭雁雄是非常斷言的 就是 你香港雖然有多元的聲音 香港雖然中西交匯 但是千萬不能亡本 任何侵犯到 中國利益的東西 都不可以用因為多元聲音 或者因為香港是中西交集 而作為藉口 是的 我記得他那句說話 沒有規則地帶 是的 我記得他講過一句說話 因為他是國安公署的 話事人 是的 他說過一句說話 他說 不可以用包容 或者給機會 那些搞事者 來作為藉口 而放過他們 是的 他是說過這句說話 其中一句就是 對那些搞事者 就是 要用 零容忍 零容忍 不可以包容 或者大和解 來放過這幫人 在國家安全面前 沒有這些事情 他說 他會這樣說 所以 鄭雁雄的作風 如今 騎信中聯辦 令人覺得 是時間 香港 表示中央的心意 和人事調動 就是想告訴香港 適法之餘 看來你們的高等法院 還在玩 和鄭雁雄先生 說的有些不同的行為 例如說 利用香港這邊 香港一向有這個 慣例 就是一些特別的案件 請外國的律師 來陪同 一起來抗辯和審訊 增加我們的發展 這樣看來 不太行 要拼起來 要拼起來 要敵我分明 接下來 即是中央寄望我們香港 如果調中聯辦主任 是一個這麼堅強的人 又是國安公署的 華視人的前度 那可能接下來 阿爺想我們 要再堅強一點 他也說過 習主席的說話 他也說過一次 就是我們要有這個 戰時的意識 要懂得敵我分明 但是在這裏想說 我們香港畢竟都是一個 貿易的城市 和我們香港 由這個漁港開埠 就是被英國佬 把第一批的知識和技能 交給我們 對香港人來說 成長那裏 是比較難有國家的觀念 除此之外 香港還有一個貿易港 金融港 那這些行業 很影響到我們的心性 就令到我們對這個 國與國之間的鬥爭 外交 國防這些東西 就非常之陌生 老實說 就算到今時今日 過了搞事 過了2019年 20年最艱難的時期 到現時為止 香港還是分兩邊的心性 我只是說正常人 我不是說那些 黃人的那些偏頗分子 很多對很多 形形逆逆 循規道的正常人 都難以一時殺黑 難以接受自己身處的地方 原來捲入了 國與國之間的鬥爭的大戰局 大棋局裏面 到現在還是難以接受的 所以其實目前我覺得 香港我們正常人 分了兩班人 一班人就是 有戰士意識的人 另一班都還是難以接受 就是還是覺得 如果我做生意 賺錢 做貿易 我們不要說那麼多政治 另一班人還是 停留在那個心性裏面 不是說誰對 誰不對 這個人 我們讀心理學 其實DNA都會決定 你有沒有這個戰士意識 因為這個是 人類作為群體動物 不同的功用來的 所以更加要 有些強硬態度 和有戰士意識 有擔當的主任 來到去 將中央的心意 傳下來給香港 鼓勵我們香港 以及來到去 統率和管理 我們這麼重要的 中港兩地的交流部門 我覺得2020年之後 《國安法》成立之後 駱主任馬上下來了 我記得當時 衛高權重 他差不多退休 不知道今次是否 工成新退後 差不多退休 都70歲了 駱主任是習主席的親信 他的團隊裡面的很高位 駱主任很高官 在上面的時候 做過省委書記 對 青海省省委書記 除了駱主任之外 鄭雅雄就是國安處長 然後另外一位就是 港澳辦夏寶龍 他們三個都是那段時間 來到一起 陪香港度過最艱難的時期 如今就落主任 可能回去退休的時候 找鄭雅雄先生 出任中聯辦主任的話 也很明顯就是 代表了我們香港接下來 無論如何發展也好 國家安全意識 和敵我分平 免愛國滲透這件事 一定是 重中之重 先走 和別墜 妥協 為什麼剛才說 我們分兩批 有些心性 始終都是 可能在香港一路走來 都還是覺得 做生意 賺食 生活 不要說那麼多政治 難以接受 那沒問題的 那聽下我們新潮文 聽下我們說說新聞 世界時事 一起評論一下 舒服一下 我們有時候 又會用一些 有幽默感的方式 來為大家報道新聞 聽完開心 或者和我們出來 吃飯見面 握手拍照 這樣就可以了 至於如果有戰士意識的人 和願意投入 這些國家安全 來出一分力 又是另一班 沒問題 亦都自然有門路 給大家 去參與 和共產 一展所長 一展所長 和出一分力 例如我們新潮文 我們就在文宣戰 平衡聲音上 我們都盡我們的本分 將來2023年 可能也會有更多 越來越多 就是和這個國家安全有關的活動 由這個 鄭雁雄先生出任 這個主任開始 在我們香港 就會逐步推行的 還有鄭雁雄先生 就是這個廣東人 我們剛剛看過一些媒體的報道 都看到他用粵語來多次對媒體 說他的話 是先例的 真的很少有這個位置用粵語說 有分析認為 因為鄭雁雄先生 因為這個背景 他比較接到香港這邊的 一般民眾的地氣 也是他的優勢 就是會比較 在溝通 或者在了解香港民意 或者了解香港真實一面的時間 就會有這個優勢 這次他成為了中聯辦主任 可能其中一個賣點 就是這樣 補充這個 好 我們先講講第二件 去開出國際 開出國際 有什麼新聞 先看看 很多人現在在留言區 在說 有位明星 有位本來是香港人明星 我也準備了一幅圖 你放在這裡說 在香港 在香港 說說國家精神 是吧 愛國精神 有位香港的明星 就很早已經去了內地發展 他以前曾經是香港的運動員 不是 他是先去韓國 韓國受訓 是 不是 真的是出國度 黃家儀 是的 黃家儀 最近就在英國登台 在英國登台的時候 在台上忍不住 就說回他的心聲 這番心聲 就是說 雖然他是用英文說 而英文的原話 我們不能說 因為當中夾雜一些 這個 俗語 流行俗語 以美國人來說 那些是座語詞 是的 日常生活都用多字 因為拜登也經常說 那他就說 對 那他就說 他只是藝術而已 明星來的 他就不知道 那麼多政治鬥爭的事情 但是他知道一件事 就是 所有西方世界 任何政治文宣 和抹黑文宣 假消息 全部都是針對中國 全部都是廢話 扯談 只要 你們夠膽 就來中國一次 你夠膽來一次的話 你就會知道中國 哇 這個地方 真是正 這樣 你夠膽就過來 過來一次 我相信你沒有可能 沒有可能可以否定 中國這個地方 實在 各方面 衣食廚行 樣的東西 都是這麼棒 這麼有型 這麼爽 這麼爽 這件事其實 出來之後 除了 這個王家儀 大佬很少有人 那麼夠膽表達自己愛國之餘 還有人馬上拿來 來比較某一個人 誰 誰 誰 剛剛那個 得獎那個 被譽為 現在變成巨毛霸 那位 那位阿姜先生 是 我 大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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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名字有姜字 但他不夠薑 阿姜韜 我不是說 沒有說誰 有些人說 他真是代言 吃成天天吃 那些巨毛霸 吃到這樣 妖镜比起人家的级数完全差很远 他真的冲出国际 今天他在伦敦开场表会看到很多人 你看看王家宜 我们只看这张图的台风都赢了九条看 应该说看新型的 我有一个可以看 肥姜为什么多了 现在是这样的 因为他暴障的身形 还不懂唱歌 亂叫 就是人们说去掩饰 有些人说他占脑忌穷 不止肥姜还有几个妖镜乐团的人 都是在临场唱Live的时候 亂叫来掩饰 假认嗨来掩饰自己唱不下去 有记者问王家宜 说你这样说话怕不怕得罪 某些我们本地的品师会流失很多 他就说 谁管那些人 没办法的 他喜欢就不喜欢就算了 就是这样说 对了 整天一样穿上衣服 没办法的 没办法的 我怕他很小气 也说到我们很少见 有艺人这么大胆 还在国外说还在英国 不要计算香港计算 华人也很少 就是计算华人 计算整个华人圈 就是要表达自己爱国在公开场合 对上一次呢 我只知道刘德华会敢这样做 刘德华是 是的 其实我觉得 很怎么说的 就是很欣赏这些这么大胆的艺人 第一 第二 就是觉得 反过来说 其实我们是说一些 即当我们今天是鬼佬算 他们个个都这样说 个个都什么 但是相反 在我们社会 就很少人这样做 都挺可惜的 遗憾 遗憾就是在演艺圈里面很多人 为了吃很多家茶礼 为了接多些广告做多些代言 而这些产品通常都是来自外国 就很少特意表达这些 我是中国人 还有谁 成龙 成龙 李小龙 再讲长点 就真的很明显地 星爺 有人提醒星爺 那就真的没什么了 尤其是现在这一代 绕镜乐团 雪仔那些 到今天 喂 再要提一提 还说 说完这个病情是来自武汉 到现在还没有人站出来交代 背后经理人公司没有交代 娱乐公司没有交代 电视台没有交代 背后的老板 赞助商一律 全部当没那件事 想人当没那件事 我们再提大家 大家要再记住这件事 喂 完全离谱 为什么说病情来自武汉 现在越来越多人说 来自美国 或者如果有朋友 有观众 平时都会去打一下 golf的话 深水湾那里 遇到李老板 就跟他问候一下 他两声 哇 那些级数很厉害 才行 即是那些 大妈耍的世界 一路烦着他 对 是的 喂 你的儿子 电视台这么说话 所以接下来我们真的很希望 作为一个自己国家的人 或者自己国家 说回爱自己国家的东西 是可以大胆一点 即是想社会风气 能够造成这样 即是说得老土一点 那句 以前用得着 现在都用得着 明星说一句 比父母说十句 现在 这件事在心理层面上 是有他的原因的 即是说真的 如果你父母都是 十万人景仰天皇巨星的 哇 又有型有款的 那很吸引眼喉的 那其实子女都会听的 我认识过 我认识过什么呢 即是特别的行业 那他的父亲是一个 不是明星 也不是说有型有款 但是他父亲是大师傅 手下的徒弟 有成千上万的 那他的子 他说话的子女都很棒 就算大了也不敢 即是觉得父母说话 有一个权威 还有一个压力在那里 那看你才不懂制造 那现在镜仔一拍到别人 真的差N那么远 镜仔 无论从 无论从那个实力 外形 实力 唱歌的功底 跳舞 外形 到个爱角心 简直是180度反转了 现在镜仔 还有灯营 镜仔拍到格子里 都差狗点 那不要这么说 你可不可以开心 不要这么说 观众认不认同 认同我留个言 不关事 不关事 我们这些不行 那 说完这件 就是殉众要求 见那么多人留言 其实我有看的 两日前 已经看到了 我说这宗新闻的时候 把我们心里面的 有些暗言 有些觉得有些遗憾的感想 说出来 就是大家说 谢令峰 又是谢令峰 星爺 柳德华 周杰伦 这些都是上一代 上两代 现在这一代 没有明星走出来 说敢说 外国最当红的 王嘉宜 幸好有人接班 是啊 我希望越来越多人 够胆地走出来 说爱国的文宣 好 接着第二宗 先说第二宗 跳出去 就真的开始 现在几点了 快点说刘德华 那宗 说明 今天不是说娱乐 只是巧合而已 新疆名 新疆 老屈文宣 即是王嘉宜最恨的 那样东西就分两班 一班就是制造假讯息 说有些欺负人者 亦都有些被欺负者 两班都是假的 那现在说了欺负人者 这班有个数据库 里面就有很多 所谓的证据 就是外国的 收民主基金 那些团体做出来的 哇 这个好笑 这个就是其中一个作品 大家 我们现在 因为这张照片有小木 那究竟 他是在哪里抄抄 抄持哪里的剧照呢 首先这个就是 警察 即是新疆警察 这些就是 当然他们外国的人 那个数据库 这些就是逼人的人 欺负人的 还要说什么 受为弱者 弄了这个列表出来 还说要关注这班人 对了 那我们要特别看待这班人 我们先去法哥的照片 原本是 原本来自于哪里 为什么会令到他们 会做新闻的时候 取材呢 拿法哥来 哈哈哈哈 这张照片就是来自于 上海滩 这个是 曲文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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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 那这张照片 我相信 很多观众都看过了 很多观众都看过了 是的 因为其实就是这样的 可能他做这个数据库的时候 就不够人用 或者他拿搜寻器搜寻 就是打华人警察 或者亚洲警察 不够 不够数 我怀疑他打错字 他打了警察 打了普拉 普拉 哈哈哈哈 八哥和 阿华的 好人 所以说 照加这两个上去 似的 似的 也有可能 有人说 这次刚好 加了这两个人 可能他们看完这个 是赌盒还是赌盛 赌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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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赌盛 赌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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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赌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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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赌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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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套 那套是 周远法碰到脑子 失忌了 是赌盛 赌盛 要吃巧克力 因为刚好就是 这张照片 刚好也是周远法和刘德华做的 是 是 为什么刚好是他们两个 又变成了新疆警察 是 是 会不会有些关键字 找错了 赌盛 赌盛 如果看赌盛 赌盛 如果看赌盛 如果看赌盛 你会冤枉他们两个 最多是澳门警察 去新疆 为什么会找到赌盛 赌盛 赌盛 我找到 是否打错英文 是否打英文 是否打错 是否打错 是否 他说真的做过警察 在戏里 哪一套 哪一套 当然是无间道 当时 是 是 有人在法国做过这个角色 有些 是 是 当时 刘德华曾经在天台说过 哦 是 我想做个好人 行不行 你跟新疆说 是的 大家都记得 梁朝伟跟他说 你想做好人 就跟法官说 现在转一转 现在你想做好人 想做警察 去新疆说 去新疆那边说声 或者跟拜登说声 或者跟拜登说声 看看他能否让你做新疆警察 现在真的有机会了 做新疆警察 小心 YouTube小器有这么多电影剧照 真的 应该没什么的 我现在传了两张照片 给Eric 你登出来 为什么他们会觉得这两个人 是 做这个欺负人者 因为他们都曾经在电影角色里面 穿过制服 哦 已经有了 可以揭条给大家看 原来他们找到 这个是军阀那一套 你知道这一套 我知道伸少林子某就是 对 在台风那一套 就去找他 打功夫 接着他脱下制服 就剃光头出街 是的 因为他曾经 两个人都饰演过一些军警角色 哦 他们就以为他真的是警察 对 真功 那刘德华做过五亿探长 是的 立刻说 但刘德华这套军服 是军阀时期的军服 他不管了 写着良知都说 那些外国的智库组织 我告诉你 那些是收民主基金的 澳洲的 战略政策研究所 就是做那些老乌文宣的工程 那些 这些研究所 他们知道新疆的 这套是什么战略 这套真的不知道 这套真的不知道 有观众告诉我们 观众告诉我们 这个法国很年轻 我都不知道 这套 法国很年轻 那时候 是的 所以 就刚才说过 文宣战很重要的 我们真的需要 我们身前已经尽力平衡 我们正常人的声音 也需要大家 亦都发挥功用 一起来帮忙 其他不要说 至少我们自己 粤与环的世界 自己都应该出力 下次你知不知道 会不是哪个 会不是 我还没说完 会不是 会不是 既然 他们说过 他们是警察 即是新疆警察 何瓶那班 现在刘德华 入了学堂 跟别人交换了身份 还有对面那班 对面那班 是被迫的 那会有什么热门人算 大家可以投票 有人说过 我觉得都是黄秋生 首先第一个 即是黄秋生 因为他会空中飞人 他就不是 他就不是英国云脱 他就是混新疆 他就像鬼 可能亦都会下载了 杜汶泽的照片 因为他们有 就是他们照搜寻 杜汶泽大声说 那些新疆棉花是你的 那些新疆棉花是我的 那又有可能 还有什么人选 你觉得在对面 会不会有那只小蟑螂 是谁 我记得 这个是飞机师 是不是 不是 好像刘德华才做过那一套 我记得 刘德华天异有情 刘德华天异有情 持着那架P45 有人说法哥 这个是铁达士广告 不在乎天异 不在乎天异 我小时候看过这个广告 但也是做飞机师 也是 天异 这样 有人说是和平饭店 是吗 和平饭店 真的不太知道 大家要看我们 不太知道 最坏的就是没有 那个受害者的名单 有人说刘华这套不是新少年 而是建国大业 这么多 是真还是假的 因为我们很少看电影 看新闻就多了 我看得太多了 我混淆了 是啊 他太多了 我看得太多了 我看得太多了 什么新多传奇 什么转三十六计 那个被逼名单 虽然没有那些 那么出名的明星相片 但也有一些搞笑的 就是说到 里面有些是卡通人物 甚至是Hello Kitty 他顶包顶到 人都找不到 就是随便 总之不断施上 你看到那些相片 其实好像 还有卡通人物 刘华这边那张 其实有很多 很小的 你见到是 有些是卡通人物 就是翠儿 米奇老鼠 那些可能 那些 是动物 真的知道才好 留言告诉他 不要乱说 什么啊 法国这套 是张耀阳做程鸡 张耀阳做程鸡 那套是另一套 那套 那套是风云 不要大小 不要大小 不代表没有礼貌 不要乱说 虽然那套都是擠货 那套戏 那套戏 可能法哥的造型 就会被调去做坐监 是的 新疆坐监 那班人 我就是被逼读书 被逼都是他 然后 可能 那个剧照里面 下面有一段对白 我不代表没有礼貌 那句东西都吸收到 那张耀阳 不是变成欺负分子 是的 就变成那些教育型的欺负分子 接着那些人就说 你看到这个 这个A人 还说 一看就知道 还拿着警棍 那时候 一看就知道是教育型的人 那如果你说张耀阳似 我都没了厚悲 因为真的好似 他真的好似 他一入一入一格 欺负人者 真的 是的 那可能将来 那个主题曲的 唱者肥妈 都会成为了新疆人 因为他有份唱 《监目风云》 都会成为了新疆人 是不是 这个 这个摆明做文宣 宣传新疆 肥妈就变成为被欺负者发声 为他们写歌 不是 反过来 欺负人 为了包装这件事 而唱歌的 文宣团 一定是这样的 他们是乱写的 那些人 这件事真的好笑 看看 其实这件事 鬼佬那边都知道 你知不知道 是的 因为鬼佬知法 因为鬼佬有看过 劉德华和周韵發的电影 尤其周韵發有去过 《荷里活》拍戏 连韩国人都常常看周韵發 是的 懂的 所以说这次出了一个大丑 就是说到 美国的文宣 或者西方的文宣 已经太假了 大哥 你不可以假到这样 而且整天被引用 这个智库的数据库 是的 被他们的反华团体 经常引用 总之 到了新疆战线 那里 就是出这种质素的 低劣的文宣 是的 全世界都看在眼内 但是 可以告诉大家 这些文宣 这些文宣 未必是被先进国家 中国 美国 甚至韩国仔 那些看的 其实是被那些什么 看那些 上到网 但是 对国际娱乐 电影 明星 没有认识的人 哪些呢 特缺国家 是的 即是那些 三四线国家 突然想起一个热门人选 什么 很入形入格 如果说要扮这些 国产007的那个 胡桑柳 收了五十元 不是 不是 徐錦江 徐錦江 做过 惡的 省港奇兵 马一集 是的 是穿着一件军服 做公安的 拿着一些中国炮 是的 现在西方世界 经常冤枉 我们就是这些人 不民主 那些 有没有看过 有啊 那个样子 是不是 杜臣二 有一套 他 是的 杜臣二 弄错了 杜臣二 杜臣二 他是搞笑角色 有一套 他真的做 内地下来的公安 是的 不是 因为刚好观众说起 我就觉得是的 真的挺像的 我说Doo姐也做过了 内地下来的公安 表姐你好 做过几集的 那个黄了 是的 那个黄了 是的 那个黄了 是的 整套戏 那套戏是张坚廷 张坚廷很黄 是黄了 他就是特意拍一些取笑 内地发展部分 落后于我们的电影 嗯 好了 接着我们笑完了 这件事真的 说一下其他 对 说一下其他 还有什么 不如说一下英国的新闻 英国的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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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支援乌克兰 那些 就说支援12架主战坦克 现在 十二架 是的 首先英国最近都很出位 大家看到 尤其是新卫城 国内国外都很出位 现在很多人都出位 又大罢工 但是同一时间 又和日本去搞战略关系 互相铸军的东西 军事同盟 英国国防处理这些东西 不是 是他们手上决定 因为岸田去了英国访问 然后他们两个就达成了这样的协议 他们两个很友善 你看一张照片 现在我们发布了一张照片 让大家看看 岸田和新卫城 好像大佬 他乡如故之 对吗 他们两个很老友 这两个人 首先岸田和新卫城说 既然我们现在都这么老友 不如互相铸军 你又可以住在我那里 我又可以住在这里 不如是王子 直接这样 这个举动就被誉为 是日本特意玩东西 怎样特意玩东西 他是想引英国人进来 搞我们的亚太 从来日本只有美国驻军 对不对 没有一个合理理由 英国可以过来 或者派军艦过来 所以特意找岸田 就在美国佬后面 握住口底下 好吧 你假装 跟英国说 互相铸军 说真的日本 怎样会铸军到英国 没有用的 是不是 不是说没有用的 他们要搞乱欧洲 都有用的 可能新卫城 好吧 我就安排军营过去 怎样安排印度的军军 也都被誉为 叫做一个新的一业 因为大家要知道 今次他们互相铸军 比起一百二十年前 他们英国和日本 作为盟友 差不多结拜 大家要知道 英国的皇室 也是现在的皇室 日本的皇室 也是现在的皇室 没有变过一个朝代 其实这个朝代都没有变过 没有变过 是的 真的英国的帝制的国家 和日本的帝制的国家 还是那个 现在做一百二十年前做的事情 那一刻就 令我看到 有一个这样的讯号 也看到历史真的重复 而且一个就觉得自己是日出帝国 一个就觉得自己是日不落帝国 也是跟日口有关系 谁知道收工原来是晚上 两个也是同一时间 也是赌国 这样的时候 英国曾经做过日本的师傅 一百二十年前 所有日本海军的建设 其实当时 都是来自于英国 原型也是英国 有几艘军舰直接买英国军舰 以当时的战列艦来算 有几艘是直接买英国送过来的 后到尾就反面了 二次大战反面 对 两个阵营 真的挺好笑的 当年英国卖给他们的军舰 又对他们自己 那一刻的感觉是如何呢 还有日本仔 在二次大战的时候 航空母舰很厉害 因为他看中了航空母舰前途很好 接下来会代替这个战列艦 又是从英国那里学回来的 因为英国是第一个 拥有航母的国家 全世界来说 又是从英国学的 所以日本是拜英国为师的 现在是一百二十年后 回回头 重修够好 其实应该这么说 是重蹈覆车 因为那时候他们的恶运才开始走 两个国家 如果这么说 日本最后叫威元之后 就撩美国赤秋 对了 调陷了自己 这些霸权国家是这样的 威元又香 英国就不用说了 自二次大战以后 都没有好过 就被美国代替到世界霸主地位 其实他们两个都有互惠互利 你想想 日本人他们这么喜欢吃鱼山 不新鲜的那些是不吃的 对了 扔给英国人做炸鱼薯条 这样就对了 没所谓 没所谓 炸就可以了 那些是腹水养出来的 所以就给他 不要紧要炸两炸都可以了 六两六 就当炸鲜食物了 炸完没事的 而且 现在我们估计 就算互相驻军也好 英国现在 我们看看他的艦队 几弱 他真的不是说大口气说句 现在我们随便 现在这一刻 正在进行中 可能有些军舰 我们中国解放军 有些军舰 有些驱逐舰的支队 都可能在西泰某地方 训练中 通常都是由几艘大型驱逐舰 再加一两艘护卫舰 加一部级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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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狠的 就那个小支队 都比起现在英国能够 派得到来我们 亚太这边的军舰 来得更加强 其实真的很长 由英国到日本 当然了 当年英国在二致大战的时候 派了一个突显艦队 来解救澳洲 那个艦队在当时也很厉害 很显黑 看起来很威力 由两艘主力的战列艦 名字不太记得 突然间 打算来解救澳洲 谁知道日本人就坐着等他 在那个时间 日本派出的航空母舰上的飞机 就全纖英国万里而来的 两艘战列艦 好像在马洛甲那边 在马洛甲那边 那件事之后 英国直接失踪 海盗国就正式拜拜 直接不敢再派军舰过来 在马洛甲那边 两艘主力的战列艦 几万吨排水量被人搞定了 瞬间 这张图我真的要说两句 这张图实在太悲鞋了 其实你明白不明白 这个应该是岸田去英国出访 他去英国的博物馆看 你看看 我英国之前抢你的东西 这个我希望不是 这个信掌那个 如果信掌那个代表性真的大 价值连成的日本 没有市甲 我们帮你保存的 然后岸田呢 这样的表情 你看看 岸田有东西 你把信掌连成的 什么 如果我是岸田的话 关你什么事吗 你英国人吗 我觉得岸田可能 对信掌连成 现在你当家 副甲送回来 我们去日本行不行 有没有可以谈谈 然后信掌连成说 不要说你 我那个印度之光 我也没可以送回来 印度之星 不如我们进行谈谈谈 不如我们 所以两个人说 不如我们够手够脚 试试看 将这些东西运回我们自己国家 是呀 谋个鬼头的东西 是呀 所以现在来说 英国能够派到过来 我们亚太这边的军舰 当年都叫做勉强派到 是不是 但如果你现在计算 真的没有 唯一能移动的那几艘主力船 有完整的防空系统 或者叫做有神盾的雷达 在上面的 只有六七架 还有一两架 长期正在整的 即六七架里面 有一两架 长期正在整的 那自己用的 只有四艘 整个英国用的 那怎么派过来 都不够数 所以我觉得这个象征意义 可能它是 真的会派一些部队 可能注册在 注冰进去 注冰进去 注冲城 或者是 放在美军基地隔离 叫做 压一下 现在英国都在 如果我们 有什么三长两短 你同时得罪两个国家 日本有事 英国都有事 对 那种玩法 这个应该叫做 HMSP 即是威尔斯王子号 威尔斯亲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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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击沉 给个名字 他们叫做 日落联盟 是的 四万三千吨 排水量 当时就被 日本搞定了 是的 这艘战列船的样子 多威武 真是这样 你这么远来 都没用 人家两三下 手势解决了你 四万三千吨 排水量的战船 今天 英国的主力战船 先得过7千吨 不要说这些 因为科技先进了 船不会这么大 那时这么强的英国 远到来 亚洲作战 第一天开战 已经被人击沉了 更何况现在 更何况这对手 是我们解放军 比当时的日本更强 肯定 这件事 只有淡笑 最近新卫城 好处 我们会在平时的节目 讲一下肥鲁礼 这件事 是的 因为又有很多更新 今天就不谈 那么 新卫城 英国最近 发射了 那个叫做 卫星 发射了一个卫星 很出位一下 他用一架客机 走去发射卫星 因为说完这件事 我们就进入主题 之前我们有个报道 就是说到 用发射卫星2022年的数据 来去比喻角力 也很准 中美就叮当码头 俄罗斯列居第三 所以就是这样 俄罗斯这个第三 都比起我们的叮当码头 中国和美国 大概是我们的三分一 但同时间不可以少俄罗斯 俄罗斯又比下面的第四名 又强多三倍 所以那个 国力也挺似 就是那个军事力量 或者真正的国家的实力来说 就是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你看少俄罗斯 一级一级 其实那个 对比 是跳了几格 现在就是说到 欧洲发射的卫星的能力 原来跟印度是一样的 印度赶了上来 欧洲就跌了下去 大家就一样了 所以说起这件事的时候 当然就立刻看到这个 就是 这个英国首次在本土发射卫星 谁知道呢 就不是很少头 而是出现异常 未能进入预定轨道 听闻今次他的发射 还要懒惰 想着好像 我们的卫星发射大国 像我们中国那样 想着一次个一弹几升 大家经常听的 一弹不知几升 他就想着好像一弹七升 想着自己 这次可以了 他用飞机弄 最搞笑的是 失败了之后 大家都知道 这些新闻 台省就说成功 成功什么 成功发射 成功发射 他没有说 发射的那一刻是成功 没有说进入了 发射那一刻 哇 都挺什么的 是啊 一弹九升 他没有说 他没有说 他成功发射 没有说 能够可以 尽力运作 台省也挺懂得玩的 但是这样 我们又要知道 这次是一个航空公司的客机 某航空公司的客机 维珍航空 维珍 维珍 这个维珍 最近有很多搞作 有点像 马斯克 维珍的老师也挺出位 整面骚的 他像是 马斯克那些作风 又是喜欢搞一些离地的东西 搞一些搞路 拼一下眼球 所以就由他们旗下的客机来发射 即是他有点像马斯克 基本上想抄抄他 马斯克有星链想发射 他也有 维珍他说他有 维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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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变成了不放不链 这样的时间 又这么说 你现在用客机来发射这些东西 你等于破坏世界秩序 因为照常理来说 我们是不会击落客机 不可以这样做 你探测到这架客机的时间 你真的和客机没有分别 你又是维珍航公司的客机 波音747 如果你现在就说发射卫星 他日你不是的 发射导弹 原来是客机来的 波音747 遗珍航空 那是怎样 你现在等于开创 先来拿民航机 还要有民航机的图装 之前你有说过 来到军事用途 在雷达那里会探测到 究竟那架飞机是什么形象 现在实际上是你不需要 像美国那样的图装 突然真的找一架客机出来 现在就是这样 射不射下去 这些叫做不讲武德 是的 即是没有那个道德 是的 好像说我们中国 难道找些天星小轮去补钓吗 是的 找那些海警船 是的 即是你现在等同 用一架客机来艺装 其实它是有军事用途 但是你现在的图装 直接是一架民航机 即是你写了维珍航空 开了老板的样子 我们现在看到 在民航那些是一样样的 你直接是 对不对 那你这样不行 也挺有新卫城的作风 这个人 是的 即是印度人 通常临时拉夫 民航那些东西 有什么 货车、电单车 都出来当军备 尤其是电单车 那他跟这个维珍老板 跟Elon Musk差很远 即是那个名气 他曾经也是玩太空旅行 是的 他是玩这些 但他就不够Elon Musk玩 人啊 马斯克其实是真的 虽然最近披露 但根本过去一直以来 都是美国国防 资助他那些研究的 这个是的 因为其实这样 马斯克已经成功被美国打造成 一个现实版的那些英雄人物 我们叫做 是的 因为这个美国真是很厉害玩这些 其实香港也不少 马斯克那些死忠粉 这个美国的万威 就有个角色叫做鐵 man 是的 叫鸟人 那他就想把马斯克打造成 对应那种感觉 是的 那个生瘦 是的 就想那些美国人觉得 哇 很有代入感 马斯克迟到 真的训练 真的会发明一个 一个盔甲出来到处备 我们可以反击他 我们找我们香港的明星 去扮演那个角色 那 明白 明白 跟我同名 我们香港的明星 好像一个铁甲人 是的 某餐厅的 对 跟我同名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知道 查山厅 查山厅 是的 那说一下这些宇宙 发射的东西 立刻说一下主题 究竟现在 被誉为 没有上过月球的美国 最近 就有个太空总署 傻人 走出来自打嘴巴 这件事 虽然都不是今天的事 就近排的 这件事 他里面就是说到 一个鬼魄后尾枕的说法 这个人能否认得他 应该熟口熟面 黑声头像 是的 他叫做 威尔顺 我没有记错的话 他的译音应该是这样读的 是的 对 是不是 Nelson 是的 Nelson 他说很多敌视中国的说话 这个人 是过去一年 他直接偏执到 这个人很离谱 这个人 那他究竟 说了什么愚蠢的事情 自打嘴巴 我们立刻来看看 多到我都不记得 我只记得最近 现在说 他就这样说 美国太空总署的署长 即是他 就警告到 美国和中国两个国家 现在在登月竞赛上 日趋激烈 就差到 未能分胜负 但未来两年里面 就是这个关键 所以他们美国一定要先中国接触先登 来到登陆月球 否则的话 如果被中国接触先登的话 就会像南海那样 中国就会控制了南海 接着有个人说 哦 给中国早登陆月球 是要的 即是未来 以前那个登陆月球 没有的 是的 类似了 所以说完那句话 如果被中国早过我们美国登陆月球 我们就没有蜡烛之地了 在月球 哦 你说什么 刚才你说 被中国早要 即是你没有登陆过 正正就是这番说话 即是自打嘴巴 究竟美国有没有登陆月球 继续听完怎么说 他说 美国和中国就正在进行登月竞赛 未来两年就有高下分出来的了 美国就揭穿了中国 经常以科研为名 企图就将这个月球最丰富资源的区域 就画作势力范围 不让他们太空人 即是不让他们美国太空人搭捉 以后一定会这样的 所以我一定要先过他们登陆 否则美国太空人以后 不需要只要登陆 即是你没有登陆过 对啊 如果你之前登陆过 你不用那么害怕 有什么好怕 差不多知道 虽然月球没风 但都会飘洋的美国旗在上面 拍完片的了 有人就说 这样说的 即是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 对啊 有人就说 喂 美国明明应该登陆过 没理由是假的 亦都有很多所谓的证据 都证明它是应该有的 但又这么说 我们现在抱个合理的怀疑 1960几年 美国就说登陆月球 拿一张照片出来 大家看看 现在60年了 对啊 我们现在一起理性点去分析 以当时的科技来说 很多那些电脑 即是没有电脑 没有电脑 即是有的 就算是那些 膽机的管 那些叫什么 突然间我都姓名 二极管 还是什么 八光二极管 对啊 来到它构成 整个电脑 好像坐办公室那么大 有人说 那时候那些电脑 好像整个计算机的 运算能力 就已经是一层楼那么大 对啊 接着据闻 当时的电脑的记忆体 我们叫做 那个RAM 那个短暂的记忆体 对于今天来说 是4KB 4KB 对啊 4KB 1000个KB 就等于1个MB 1个MB 1000个MB 就等于1个GB 就是小到极小 基本上你是打几个数学 就折爆它了 就是我们小时候 那些56K上网 都会用两大奥 对啊 对啊 差很远啊 1个KB 1个KB是什么呢 如果大家有用这个Window 你看到那些 你选项那些小型的公仔 那个公仔这么小的图子 就是占1KB 就是现在的emoji 我现在先弄个笑笑样 那里有一个 对啊 如果升旧的emoji 反正不止啊 不止啊 就已经折爆了 当时的电脑 那你想想 他又要在月球拍片 还要传一条片 以那个速度 或者怎样计 你没什么可能做得到 传到今天才到 对啊 真的 看到今天才到 你是不合理的 整件事 那时候没有这个手提电话 还没有 当然一定没有 是的 那时候有call机也偷笑 那大家要知道 月球距离地球 38万公里 应该没多少 是的 那么远 地球和月球的距离 是等于地球的直径 差不多七个半圈 哇 如果你说 在六十年代的科技来说 都勉强可以上到太空 即是 又在太空 又在太空人 又在太空站 都可以可以的 但如果你真的去到那么远 恐怕那个科技 或者那个电脑水平 未能够可以做得到 简单通讯可以 但如果你说要一边计算 他那个月球的环境 又要传输些数据 给他 如何控制架 去到降落 以当时的电脑 或者你是未必做得到 是的 即是有这样的怀疑 很多人就有这样的怀疑 更加上演唱片 还要拍到 其实这个造假最大是什么呢 就是那支旗 大家都看过西片 永远在最后广幕 他将美国国旗飘起的时候 要要去翔翔飘起 是的 那个摄影师 就有这样的老毛病 一拍美国国旗 一定要飞 拿风扇来撞起她 我没有呼吊 你看到很多人就說上面有一條淡桿 下面你看到有波浪 下面有波浪 其實它有一個L字形 上面有一條淡桿 這個很多人都說 現在不是說為什麼它會升得起 因為它是沒有風的 現在在說就算上面有一條淡桿 為什麼下面也會有波浪在動 月球是沒有風的 這個就是荷里活的手法 帶上去 要加多兩塊水 風扇要加 我沒有叫風扇 你自己說要飄起嗎 不要風扇要出 可能也有另一個考量 如果你說不找風吹吹它 就算是月球也好 你本身有個吸力 有一點 有重力 對 地球是為之輕 但是至少支旗也不會動 不斷動 它動得很慢 我記得它動得很慢 所以它想製造一個 好像在太空裡面的重力狀態 但是就過分了 過分了 重手了 或蛇添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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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 大家要想想 那時候有月球車 好像大佬建基地 很可患 1960多年 它是現在60年前 按照計 現在60年後 美國要部署重新去到月球 按照計應該不太難 即是叫你做回60年前的事 雖然有時的東西真的會失傳 例如 舉個例子 例如 前蘇聯 那些巨型項目 例如 烏仔 即是之前烏仔被摧毀的大型客機 那架 那架 那架全球最大運輸機 也三十多年前 但他們蘇聯是分裂過 是的 解體出來的 即是有些事情 是你沒有研究 都會失傳是真的 但又這樣說 沒有理由失傳到這樣 如果美國 用現在的作風和做法 在50年前 它已經上到太空 現在它月球 已經一半都霸佔自己做的地盤 已經 軍事基地的工作室 全都起了月球 是的 以及以老美的性格來講 他上到月球 他當然會陷探當時那些 重要的珍貴資源 是的 絕對 他會這麼好 插枝旗就這樣離開 你信不信 有 他們那些太空館 都說 有幾塊石頭 有幾塊紙 有幾塊紙 就說 從月球拿回來 那 因為當時 有人說 由於 美蘇在太空領域的競爭 就太過白潔化了 所以 索性美國盡地一波 由於蘇聯 當時 論拍戲 一定不夠荷里活來的 是 唱歌就可以了 蘇聯藍高音 藍高音就可以了 花雷舞 天鵝湖就可以了 對不對 但不是 拍戲我們專場 美國森南 既然要在這場比賽裡面贏的話 真做的人就傻子了 不如拍出戲就算了 嚇一下他 讓他知難而退 反正群眾 誰看得好看 相信誰 也有個這樣的說法 除了拍戲之外 因為當時蘇聯投了很多錢 其實美國一直擺門 想引他落搭 對 引他落搭 當他投入到這麼大的時候 去到一個點 我告訴你我現在登錄了 是的 那你爆煲了 就引他登錄 對家就爆煲了 也有這樣的說法 就是我們拍戲 裝蘇聯彈弓 我們都沒有登錄過 根本其實登錄不到 就引你不斷投資 誰知道 原來最興奮的反而是 自己美國國民 現在不能下台了 是的 因為他們真的相信有登錄 幾十年前沒有想過 之後真的要登錄 真的嗎 真的要登錄 然後找人去那些黑色海灘 即是那些海灘比較黑 找一些黑沙灘 對 那些黑沙灘 不知道是不是我們澳門那裡找的 哈哈哈哈 在那些黑沙灘就說 隨便說月球 就可以了 喂 會不會穿崩 什麼 喂 你有去過月球嗎 誰知道 這樣吧 誰想去和你證明 你有沒有去過 是的 然後呢 如果我們到我們中國 現在正在跟俄羅斯合作的太空站 也都會在月球表面做太空站 上去看不到這支旗 到時不是說吹走了 或者被外太空的隕石 被撕掉了 但是呢 老美有沒有真的上去呢 我們不討論 的話呢 他可能是 那段期間 即是不計六幾年那次 他可能是 由現在到那時候 期間 有些登錄車去過 都不定 一定不是真人 即是80年代 派過一些登錄的探測器 都會不期的 是的 因為現在我們中國 都在月球那裏 透過我們的登錄車 拿到一些月球的土養 那些是真的 我們這些是真的 是的 我今早 大家今晚直播 今早那條片 講到一件事 就叫做 我們中國掌握著 這個稀土市場的領導地位 這件事呢 美國就特別害怕的 就是害怕嗎 害怕如果被中國 真是 以前不說 現在這個年代 過了二千年之後 比美國早上去的話 中國一定會利用它的 這個 這個 開採 提煉 和分解合併的 這個稀土技術 在月球的表面 大綱一場 嗯 隨時還有可能 發掘到 在月球 發掘到一些 人類未知的元素 一定有 因為我們地球說的 都是二百多種元素 在元素表裡面 就構成了 我們這個地球的 所有東西 外太空的話 它有特別一點的元素 可能有另外一些科技 是的 但現在美國 其實它那個 擔心程度是會有的 它早前 美國派了那個 圍繞月球一周 那個衛星 那輛車 成功繞月一周 我覺得 如果美國 他們的深眼 是在哪裡呢 他們用回 在地球 搞星鏈的 那套想法去想的話 它有可能 在這個太空競賽裡面 未來在月球 就未必說真的 以燈月為他們的目標 反而以 在月球那裡 佈滿一個星鏈 霸野 霸野 或者霸了一個天空之圓 就像我們地球一樣 現在我們 誰在天上的衛星多 就等於 對我們地球下面的東西 是鳥如指掌一樣 所以他們可能 有機會想做 月球上面的這一套 他們是這樣習慣霸野 還有說這幾句 就是 連前穿梭基的指揮官 維爾茨都認為 中國是想讓美國快人一步 即快他們 來派人登月 即是不單止 阿拉薩傻人 即是 立爾遜他這樣說 連前穿梭基的指揮官 都認為 中國是想讓美國 快點派人登月 即是連他都自打了嘴巴 即鬼拍後尾就這樣 是的 我們沒有登月 中國想派人 快點登月過我們 因為心虛 他就很怕中國 比他們快他們 上去之後 就發現了一齊 到時又說造假等等 所以他每次都說這句 他們真的很想快點 變相就是 其實美國自己就是很驚人 有一個人是比他們早上去 如果 萬一中國太空人上到月球 一落地的時候 原來雖然是新輕些 但未至於去到彈一下彈一下 原來都是 完全報知完全不同 他們真的沒有去過 即是當彈不起 是的 因為實實在在 太空人在月球上走路 還沒有 這個紀錄 即是之前 美國炮製的 那條版本 就是彈一下彈一下 月球的重力 是不是好像比地球 三分二 我沒有記錯 輕三分二 輕三分二 好像只有十幾分之一 十幾分之一 所以他就覺得是彈一下彈一下 那他當然算過 科學數據 隨便 你拍那套戲 荷里活 得地球的重力 十三分之一 這樣算 那就整張彈床 對面 這個是一個問題 我就想問 水的重力 即是我們如果落到水 是我們平時在地面的幾分之一 幾分之一 不知道 我不知道 如果觀眾告訴我 但是我只知道 如果我站在那個游泳池 因為水有浮力 對浮力 所以我還是可以走的 不是說落到水 是有幾分之幾的 六分之一 是有人踏了 六分之一 六分之一 那他可能 加這些特技下去 就心想 既然沒有那麼重 那你就走一步 可能平時 那麼大步 就是離地那麼大步 那就繩了六倍 那你就彈一下彈一下 到時 就是這些就不細心 他們那些穿崩位 這些就 就是拍戲會穿崩 這些就是穿崩 可能到時 太空人那個罩 有幅照 說他的罩拍了一些東西 可能拍到那個攝影師 坐在那裡吃飯盒 有班劇組在後面 霞姨在那裡 因為遲些 那條影片有人拿出來 弄到一個高清復收版本 原來 拍到一群攝影師 在那邊打燈 拍攝 又不奇怪 這些 所以說 他們其實都收起來了 很多東西都 這些已經成為了 一個叫做千古之迷 這些 不過我想很快就會被我們踢爆 如果我們真的 太早那天 沒有所謂 他說自己承認 到時他屈我們 偷他的旗 這樣吧 到時我們真的快一步上去的時間 如果 你不想被我們踢爆也可以 就這樣吧 撤銷某些限制 或者怎樣 可以談嗎 如果他們接受的話 好吧 你不踢爆我 我就當一當 假設 重新 不在科技領域 限制你中國 或者買一些芯片 給你 這樣當是這樣 好像拜老頭打皮 習主席 這樣 可不可以放我們美國銀碼 先不踢爆我們 在美國沒有登陸過 那我們 好 OK 到時我們 登陸了之後 然後說 走過 撿到一條底環 或者不銀碼 是那些美國銀碼 即是美國那些 真是美國的 他們登陸過 那就可以了 收工了 那就算了 給他們一個落台街 是的 但是先 撤銷了才說 要 撿不到那個銀碼 也可以的 那麼看看到時 我們買哪一邊 登陸 觀眾也先買哪一邊 登陸 雖然現在看牌頭來說 應該是美國先的 應該是因為他們 吹慣水的 你知道 他們的包裝 又或者有機會 不過也很難的 我們就流行收收埋 不說的 只是無緣無故 有一天 你看到發射火箭 要去月球那一刻 我們才知道 中國的作風是這樣 通常就是 可能早一兩個星期 對 我們下個星期準備 在哪一天 登陸月球 登陸月球 要 根本不適合 那些科技樹 即是科技流程 是的 還有少少時間 先說另一件事 少料 就是 台省導彈部件要運來 大陸這邊維修 再運回給他們 這件事真的夠好笑 是的 好 先找台省的照片 這支導彈很出名 台灣省引以致號 說來對付解放軍軍艦的主力 嘩 名字真的 紅風 現在變成中風 紅風三型 還要三次紅風 一晚三次的紅風三型 所以是不是體力投資太厲害了 現在變成壓立不倒 變成壓立不起 現在 本身為了掩飾他們 這個紅風三型 看來不太行 那時候 他將一個 原本導彈上的 一個 那些叫做 慣性的 導航儀 拆下來 就因為 要拿給瑞士那邊維修 本身是給瑞士那邊維修 因為上面那個 導彈的慣性導航儀 其實就是引領著這個 紅風三型 打不打中目標的 是關鍵 我們之前也經常說 導彈 好像台灣省 經常說 射程有五百公里 你弄多厲害 也沒有用 也沒有用 因為 其實導彈最難的地方 就是怎樣導引 精準地打中目標 或者發現到目標 而擊中它 那一刻才是最考功夫 導彈一尾射得有多遠 也沒有用 當然 導彈射得遠 也是厲害的意思 對嗎 不說這個 誰知他拆下來之後 他想著那個部件 原本是問歐洲那邊買的 找到瑞士 誰知瑞士那邊 他接收了這個導彈部件 這個慣性導航儀 會不會說是失傳了 不懂得做 他也沒有這麼說 但是 他就說 即是沒有跟台省解釋 他就寄回大陸 青島 沒有記錯 應該寄回青島 在山中青島 寄到過去那裡 讓他修理 台山一直都不知道 蒙在鼓裡 蒙在鼓裡 他以為真的寄到瑞士製造 好了 有一天 那件部件就整好 回來了 寄回來了 當然開心 終於 不要被人揭發到 原來導航驗 是壞的 是甚麼速遞公司 誰知開箱 一開箱 大家有買過淘寶都知道 上面有張標籤 發貨地 發貨地在哪裏 一看 大陸對岸 山東青島 不是吧 搞甚麼 一開始還以為 是大陸再運到台省 以為是這樣的 誰知不是 原來真的在大陸那邊維修 其實他製造的 導航驗 那間公司是很出名的 甚麼名字就不說 有出相機的 大家有玩相機 或者我們在街邊 有時會見到 一條馬路會有一些工人 在馬路那裏 動三腳架 跌一條路 平不平有多平有多斜 他們那些工人 其實是測量師 我們不可以叫人做工人 他們用的那些測量儀 和我們玩的相機 某一隻牌子的相機 他們都是這間相機廠出的 是專門出這些儀器 因為那個比較出名 L字頭那個 他在山東那裏 有一個維修廠 所以最近就是 回來我們祖國 帶來祖國 那是對的 因為亞洲總代理 對 亞洲總代理的維修區 就是在我們 即使這件是鬼佬貨 或者是甚麼貨 那你們在亞太區 你當然要在亞洲總代理 那裏維修中心 那裏修理 所以這件事真是笑死人 你自己弄一個導彈 打算去 要武揚威 要武揚威 或者是 改一個這麼有氣魄的名字 就不是想威威 即是想對抗中國 解放軍也是靠這些 笑話就來了 那以後再說 導彈還未射過來 不過零件又過來一次 零件又過來一次 而且也有戰績的 這個恐怖導彈 就是成功擊沉台省自己的漁船 就是這支 會不會是因為那次失靈了 那次還要戰績很標柄 他擊中漁船 駕駛失的漁船是不沉的 但是呢 那個漁船上的工作人員 有一個慣低了 就過沉 有幾個就 傷了 是的 因為其實這樣的 通常這些反艦導彈 他預計打的目標是那些軍艦來的 那你漁船那些木製 有這麼小的 所以通常它是 穿透了 即是打穿了它 即是沒有爆到在裡面 就穿了它 船長當然不幸運 站在駕駛室那裡 無緣無故 他拿著望遠鏡 誰知看得太遠看不到 因為他很近 他就是看著神經病 然後看看 回報了 有導彈打過來 然後那個人就說 你不想混亂 也沒有作出這些藉口 這樣說 然後說不算是真的 還說我炒你 怎知道 轉過頭就被導彈打中了 那真的 你想不到洪風導彈 那麼水 對不對 即是這種 其實我覺得公道點說 以台省 2300萬人口來講 那個中科院 叫做中科院 其實我們大陸這邊 都有中科院 對不對 即是我們大陸這邊的中科院 跟台省中科院比 那個科技含量當然是差很遠 對不對 但是以他2300萬人口來計算 算是這樣 OK啦 都叫做 對不對 假日 他朝 真的收回台省 解放了台省 那就是 叫台省中科院的人 貢獻祖國 去大陸中科院那邊學習 即是 做主力研究 沒有你份的 做這些東西 是不是 你怎麼辦院士 是不是 還未夠資格 做回學生都還可以 是吧 倒頭倒尾尾 或者是做那些 叫做 即是那些研究生 即是幫博士 做旁邊的那些左右手 都可能夠資格 到時候等導彈老師 教一下你 什麼叫做合格的導彈 我想到時候那些 台省中科院那些 研究員 或者博士 才會 哇 仿如格勢 原來導彈這樣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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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導彈是什麼 或者以前跟過去的學生 即是跟那個 台省教授的學生 可能心想 為什麼教授 在別人面前 竟然問 原來導彈真正的結構是這樣的 究竟真正的導彈是怎樣的 不要緊 到時候做好出來 台省肯定有人做導彈 有人要試導彈 有人被人試導彈 做那件什麼不超便 蘇貞昌那些出來 放風箏在上面 試導彈 掉在上面 掛了一個罪人 蔡英文那些 那幾個 我們今天的直播差不多 好 各位萬安 生日愉快